大家好 我是小李 大家平常會上網嗎 大家平常會看動漫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這些生活過程當中 哆啦A夢中的胖虎和小夫 可能一直都存在著 藝術大師羅丹曾經說過 生活中缺少的並不是美 而是發現 只能說網路上的網友真的是太厲害了 居然能夠發現這些 這麼沒必要的細節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和大家分享 潛伏在我們生活當中的 胖虎與小夫 相信大家平常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動漫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們喜歡的動漫人物的眼中 可能都是胖虎嗎 比如說以下幾位 大家看到胖虎了嗎 我們再仔細一點看看 還是沒看到嗎 那我們把它放大 再仔細一點看看 如果這是你剛才的表情 放心 我也經歷過 看這個頭型 看這個身體 看這個輪廓 完全就是胖虎的背影嘛 最可怕的是 當你們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 你們就再也無法平凡的面對他們的眼睛了 這是動漫人物角色的眼睛 這是胖虎的背影 這還是動漫人物角色的眼睛 這還是胖虎的背影 這是動漫人物角色的眼睛當中有胖虎的背影 這是胖虎的眼睛 分不出來了吧 有了這個不必要的框架以後 我就去觀察了很多動漫人物角色的眼睛 不只是橘色和黃色眼睛的角色有胖虎 其他顏色的眼睛的眼妝也全是胖虎 大家日後也不妨自己發現看看 你們就會發現 胖虎無所不在 接下來要分享的 比剛才的胖虎還要驚人 剛才的狀況當中 可能有些人會說 這是我沒差啊 我倒不曉 我不看動漫不玩遊戲啊 怎麼樣 但你有辦法不上網啊 畢竟你此刻就正在上網 我們一起看看下面這條網址 大家看到小夫了嗎 我們再仔細一點 觀察看看 還是沒看到嗎 我們放大 再仔細一點 觀察看看 是不是還是看不出來 然後覺得我已經瘋啦 沒關係 我來幫大家一把 我們截取這串網址最前面的地方 將他放到最大 把他倒過來 看起來像不像是小夫跪在地上 雙手靠著手靠呢 不像嗎 如果這樣呢 雖然說 比起用手模仿小夫 還是有點差距 但小夫整個神韻 已經算是被體現出來了 真的太讓人好奇 這位網友當初到底是怎麼發現的 他發現這個幹嘛 他在上網完全沒有幫助耶 雖然說 之後網址的開頭 都改成這個樣子 但小夫的神韻還是存在 有些人可能會說 小夫尖嘴活塞的樣子 根本都沒體現出來啊 一個S怎麼能代表小夫的嘴巴呢 那你們看看 小夫這個樣子呢 所以說 日後大家上網的時候 千萬不要分心 去看左上角的網址 不然大家就會發現 小夫正在靠著手銬 跪向那邊喔 大家生活中還有哪些這樣的發現呢 比如說肯德基 LOGO上的領結 是不是常常讓人誤會 是Q版的肯德基爺爺的身體呢 以及NBA當中公牛隊的圖案 把它反過來看 像不像一隻機器人 正在操作某種機器呢 生活當中的任何事情 只要我們換了角度去觀察 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一張圖片是如此 一件事情也是如此 是不是覺得一些超沒意義的發現 也能體悟一些大道理呢 如果你相信了 恭喜你 今天的換個角度思考 你已經做到了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也能用更完美的角度 來觀察自己的人生 我們下次見 祝你快樂 你們就會發現 胖虎無所不在